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马州几个未经授权的新冠测试点被命令停止运营 报告显示 马州的百万富翁税将带来13亿美元的收入 马州室内新冠疫苗规定本周六生效 马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将在校园内为学生提供堕胎药 乐视薯片发布用极烈体育场土壤种植的土豆制成的薯片 马州公共卫生部在得知几个监测点 在没有必要的州政府许可就进行快速检测后 下令关闭位于乌斯特、尼德尔和北达特茅斯的测试点 这些测试点由位于芝加哥的新冠病毒控制中心经营 官员说 最近几天有许多针对新冠病毒控制中心的投诉 包括人们没有收到检测结果 在排队等待时收到测试结果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收到错误的结果 来自三个受影响的市级公共卫生部门 协助递交了停止信 这些测试点必须保持关闭 直到他们获得州政府的正式运营许可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 如果马州选票上的百万富翁税提案 在11月获得选民批准 将为该州筹集13亿美元 TUF大学国家政策分析中心的研究报告仔细研究了 对超过100万美元收入征收4%的附加税 对马州意味着什么 报告指出 尽管这一税种在任何一年都只适用于马州约0.6%的家庭 但它可以筹集一笔有意义的资金 因为这些少数家庭占该州所有税收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如果高收入者选择离开本州或保护他们的税收 以避免支出 百万富翁税也可能产生一些严重的副作用 总的来说 在2023年 州外转移和避税可能会使 拟一的税收收入减少6.7亿美元 低于没有任何行为变化的预期21亿美元 然而报告认为对马州经济的任何短期影响 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该税收将有助于扩大种族和经济平等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70%的注册选民支持这项税收 该税收将专门用于教育和交通 从1月15号开始 根据波士顿市长吴米上个月宣布的一项规定 12岁以上的人必须证明他们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才能进入波士顿的公共室内空间 到12月15号 人们被要求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这项名为Be Together的倡议 适用于室内餐饮 健身中心和体育赛事等娱乐场所 该市还将在周六推出自己的数字疫苗护照 这是在公共场合出示免疫证明的另一个选择 本周早些时候 麻州州长查理贝克为整个麻州发布了数字疫苗护照 虽然这不是任何要求的一部分 但它可能使波士顿的人们更容易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顾客也可以出示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签发的卡片和实体副本或照片 以及任何官方免疫记录的照片 在波士顿到3月1号 5至11岁的儿童也被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进入室内空间 并要求在5月1号之前提供完整疫苗接种证明 吴敏还指出 波士顿市的雇员必须完整接种疫苗 另一方面 贝克目前没有在全州范围内实行口罩或强制疫苗接种的计划 阿莫斯特大学计划从明年秋天开始向校内学生提供堕胎药物 该大学已经提供了一些与堕胎有关的服务 如向学生提供推荐 将他们与该地区的堕胎提供者联系起来 他们还提供前往医疗机构的交通 并在校内的健康中心进行后续的检查 从2022年秋季开始 该大学将票果中间人直接向学生提供堕胎药物 在一份声明中 该大学的通讯主管表示 学生的需求是这个解决背后的驱动力 校园从学生那里听说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处方药 由于离阿莫斯特校园的医疗机构有明显的距离 而且校园已经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复科和生殖护理 阿莫斯特分校计划在2022年秋季 在我们的大学健康服务诊所 为学生现场提供医疗堕胎药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在制作限量版乐视薯片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乐视公司直接从包括吉列体育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NFL体育场和土地中提取土壤 然后将这些土壤分区域混合到一大片马铃薯片中 从那片田中收集的土豆被制成了乐视黄金薯片 并被包装在具有NFL球队颜色和标志的纪念袋中 球迷们可以通过在推特上关注乐视公司 并留意特别抽奖推文来获得限量版的薯片 球迷们可以在推特转发留言 及推文通过使用标签 Lays Golden Grounds和他们喜欢的球队的官方NFL标签 来表达对他们喜爱的NFL球队的热爱 获奖者将于1月12号、14号、17号、21号和27号抽取 以上是这次波士顿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